你好 欢迎收看6月26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华林县连续第八天零确诊了 卫生局长朱家强宣布第二剂疫苗施打细则 凡是4月13号到5月9号完成第一剂接种者 在6月28号开始开放预约 施打地点是在布立华林医院 民众可以上网或者是电话来查询 华林县连续八天零确诊 现在许中委员呼吁乡亲们能够严正以待配合防疫措施 同时也大声几乎中央疫苗能够分配得以 让乡亲能够安亲 那今天花莲依旧是零确诊 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 以及谢谢所有的乡亲 更谢谢确诊者 以及我们被匡列而现在在居家隔离的防疫旅馆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家人们的配合 重要的是疫苗的疫苗的来到 让我们注射疫苗能够普及率能够高 以及这样子我们的抵抗力 我们相信的抵抗力还有防御能力才会强 另外华林县卫生局长出家想去宣布第二剂疫苗事达气责 凡是4月13号到5月9号完成第一剂接种者 6月18号开始开放预约 事达地点是在布立华林医院 民众可以上网或电架03-835-811 就18岁以上那你可以现场预约 记得这叫现场预约 就是我们在所谓的街总站 在开站前30分钟 我们会放这个预约的表单 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处的地方 所以你要现场在那边登记 现场登记 那每天就是7个人 那前六个正取 那最后一个叫被取 那真正能够施打的人数 还是依照那天残记 剩余多少剂量的那个数目来做施打 假设只剩余两剂的话 那他只能两个来施打 所以虽然说你可能是正取六位 但是还是不见得一定达到 那一定要看你剩余多少剂量 最后说明疫苗残疾施打细则 预计在7月3号联系扩大接种 当日接种30分钟 现场开放民众18岁以上预约残疾施打 名额每天以7名为限 实际施打者以当日残疾量为限 有关7月3号施打地点 规划近期在这些回忍公布 记得优优独播剂道